周三晚上至少有四个州的执法机构报告911服务中断 之后一些地区的服务恢复 南达科他州 德州 内布拉斯加州和内华达州的有关部门表示 多个城市的911服务出现中断 但目前还不清楚导致故障的具体原因 南达科他州公共安全部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该机构了解到整个州的911服务中断 该部门之后表示南达科他州911的系统服务已经恢复 在中断期间 该部门曾经表示在大多数地区 911的短信功能都可以正常使用 在德州 德尔里奥市警察局表示 他们了解到一家主要手机运营商的故障影响了911服务 并强调问题处在运营商身上 而不是德尔里奥市的系统 在内布拉斯加州的部分地区包括蔡茨郡也报告了中断 该州首府林肯市的官员表示 他们的911系统正在运行 没有受到影响 蔡茨郡在Facebook上发帖称 除了T-Mobile之外 内布拉斯加州所有的手机运营商的911电话再次瘫痪 坐机仍然可以打到911 警方表示 所有在中断期间拨打电话的人 都已经被回了电话并得到了帮助